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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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那以后他就生死不明了 可能是双方撕打起来之后 这个信侯的遭到杀害了 令人庆幸的是 警方设法找到了那段往事的多位目击者 在那个遥远的夜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面对面的状况中 侯某究竟是当场遇害身亡了 还是成功地脱身逃走呢 就他们打起来就被下车过去了 我就不知道了 我们这真记不清了 这么多年了一个 当时他跑没跑先处心没处心 那我就记不起来了 每个人都在怀着某种顾虑 刻意地回避着那个至关重要的场景 因为这个每个人的这个防线 他设计不一样 因为他多年了 法律意识的理解程度 对认知程度 他不一样 回想当年自己跟侯某私奔的丑事 50岁的高某至今仍然懊悔不已 你反而闻了去也是糊涂 他拖个走你吧 这小想起来你拖不走你吧 他咋被你敢砍死你呢 他都不敢砍死你 这不是你吧 那时候高某的丈夫 常年在外打工 很少回家 同村村民好某 承续而入 一步步黏上了这位 留守在家的有夫之妇 他已经跟他妻子离婚了 就单身一人了 平时搞点门关 好累了 当时那情况就比较 见过世面的人 比较好过来的人 所以这方面已经那是吸引高某的 高某与侯某的婚外情 不久就成为村中公开的秘密 1996年夏天 在侯某的窗户下 高某竟然背着丈夫 悄悄地变卖了家中值钱的物品 准备和侯某一起外出做生意 那我就觉得在家了 他自己干活 我们家多的 没有钱 那些就60块钱 他都过30走了 侯某呢 职场很高 买这个 红缩汽造 他提前就有这个准备 摆脱这种在村里 这种生活环境 然后摆高某 带走 出去做妹妹 所以是谎 他俩出去还是想 一起一块生活 跟高某 两人到底去了哪里 做了什么生意 谁也不得而知 一年之后 高某独自回到村中 与丈夫和好付出 而侯某就再也没有阴性了 你就说是这个人 在外面做妹妹也好 干啥也好 他应该跟家里有联系 什么 一点消息突然就没了 应该就是跟这个高某 有关系 高某至少是这个知情人 那么高某和侯某 到底是在哪里分手的呢 在高某的印象中 那次和侯某私奔的经历 并不如预想的那么美好 整日编沛流离 两人一起经营的小生意 也看不到前景 他就等于怕鞋上那面没有 那鞋卖了怎么样 没不了都没有用 这又闲着又说起来 我就哆嗦气死我了 一晃到了年底 两人没赚到钱 在外面根本无法生活 又不好意思回村 于是高某就带着侯某 投奔自己的二姐家 不料却被性格耿着的二姐 拒之门外 因为他二姐 直到他这个高某 跟他这个夫妻感情不太好 因为现在又直到 跟那个侯某一块混 就很反感那个事 因为他们这个 对那个秘密离婚 所以就根本没留他 你融留他 就改出来 无奈之下 两人只好辗转来到 高某的妹妹家中 这次高某没有说出实情 有这个教训的 上他秘密家 他就说 跟人家对象已经离婚了 跟人家姓 狗人家正谈对象 所以他妹妹就收留他 人家在他们家国里面 据高某会议 1997年的农历正月十六那天 就是他和侯某最后分手的日子 我说你现在都干活走吧 我等着没有家待两天 还没等干活走 你老家就去就出事了 事情就是这样不错巧 就在侯某离开前夕 高某的丈夫杰某 却突然找上门了 杰某去了以后 去他秘密家 高某也在 高某也在 就把他们都堵在屋里 都在家里 一看这种情况 很尴尬 高某最担心的一幕出现了 面对这个抢走妻子的情敌 杰某怒火中烧 高某第一个反应 就是要平息 丈夫杰某的激动情绪 以免热出大祸 高某的劝解 反倒加剧了 丈夫的愤怒 高某心里一着急 老毛被误犯了 高某建筑了高度昏迷之中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 他完全不知道 这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晨 大家的双方都不在眼前了 他丈夫杰某也不在了 胡某也不在了 从那以后 他也就是 没再见过这个胡某 事后高某猜测 可能就在大家 抢救自己的紧张时刻 胡某见识不妙 趁乱悄悄溜走了 打完架之后 很怕 很怕这个心碱子就走了 肯定就跑了 跑到其他地方躲起来了 所以说自己也没敢见证 按照高某的回忆 胡某当晚是全身而退的 事实果真这么简单吗 十一分钟前 他还是身强体壮的男子 十一分钟后 他已经徘徊在生死边缘 我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挺好乎 我又是这个地方很恐惧 这我就要他 我说咱赶紧去 坐车把他拉上院了 出门之前 他还是安分守法的公民 上山之后 他已经溃变为命案帮凶 他在这个村里掩埋尸体 因为他这个本村的地理地貌地形 他清楚掩埋的地形也是塔旋 指点往那份门 那一夜 天望栏目正在播出 高某夫妇的说法是否成立 有待与另一位知情者的确认 当警方找到霍某家时 眼前的情景大大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人去楼空啊 家里院落院上都倒塌了 房屋也倒塌了 只剩光旷了 人已经走好多年了 村民们介绍说 霍某曾经是村中赫赫有名的木叶大户 在97年左右的时候 家里是二三百只羊 三十多头牛 还有十匹马 他这个家成一年收入四五万 那也是很高的收入了 最大的那只 还有这只 十多年前 也就是霍某失踪后不久 霍某突然决定举家搬迁 多年新老培育起来的大群牛羊 以抽地价格一次性外出 一头也不剩 人到中年的霍某 断然放弃了收入丰厚的产业 外出弹工 你途径一个陌生的环境 去打工 靠腾来维持生活 我认为不合成 这总结果他心里 也有一种负担 霍某一家的反常之举 是否与当年侯某的失踪 存在关联 如果说是侯某被害兆 当时咱们推测 应该是就在这个霍某家里 因为最后失踪 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霍某家 经过多方打听 警方终于在北京市通州区 一座不起眼的出租屋中 找到了霍某一家的落脚点 霍某没有想到 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 还是让警方第一声 我说别的事 这一遍也没有 就这点事 这得新人 霍某清楚的记得 1997年农历正月十六晚上 他的家里出了一件麻烦事 姐某和情敌侯某 狭陆相仿 好说歹说 一分难评的姐某总算做了下来 霍某决定趁热打铁用热情的招待 安抗一下这位情感受伤的亲戚 我就出去给他去 我去买点酒 我一帮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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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朝着退 然后那天后 东西不就算退 到村中的酒 到村中的商店买酒 来回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而霍某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等我买酒回来 事都出来 老婆也在地上躺 趴在地上的霍某一动也不动 好像已经完全失去了知觉 我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很挺好厚 我又是这个地方很感激 这我就要他 我说赶紧去找车 我再拉上院 霍某 霍某和简某还没有走出院门 就听到霍某已经死亡的消息 此时霍某的第一反应 就是要报警处理 但立即受到简某的阻拦和威胁 我当时想着要报警了 难道之后他说 你要是报了警 你住你这几回事 我现在住给你 一个我住 那回他要是红了眼 那回我也这么想 就这么疑惑 当时也没报警 报案意味着追责 意味着要追究简某的学士责任 因为从这种亲情的角度 他也以这种隔舍心理 以这种私心 不像国家这种构法 可能咱们满天过海 可能简某在一定时间里 得不到法律制作 既然选择了不报警 霍某就只好和简某等着一起 将好某的尸体运到野外 掩埋处理 因为他这个本书的地理地貌地形 他清楚掩埋的地点也是他选的 直接往哪块儿埋 先说是要买在沙坡里 我说那沙坡不中 这又开出来风雨广 就露水了 我说这西边有一个防矿子 二三年份住 为什么又没了那里 本来跟他没有关系 但是后来就是 帮着这个节目处理尸体 就比如说毁尸体 这样一来就是霍某 就参与到这个案件之中了 他本人也犯罪了 从此这个埋石现场 就成了霍某的一块心病 每次进山放马时 他都过来查看一下 冬天时候埋这个土和夏天不一样 冬天你住着洞泡这个土 埋上都不动了 霍某感到很懊悔 自己竟然稀里糊涂的 变成了命案的帮凶 因为现在他摆脱不了 这种他已经卷着了 由于案发当时霍某不在现场 他并不能确定 谁是新凶者 霍某之鸡蛋 年轻的外甥龙某 当时色素在墙角里 浑身颤抖 我近乎看那个 老那个卫生那个表情不一样 就这么哆嗦 给人感觉当时是非常害怕 这种感觉 就是当时非常惊恐 通过这个听解说 咱们飞起来 可能也参与这个作案了 依次计划之外的旅行 让他陷入了一场 没有终点的噩梦 到家了一两天嘛 就在那躺着 现在这说不上没回事 来抓了 肯定就来抓了 本来都是善良政治的村民 罪恶当前 却共同选择了保持沉默 本身都成了共同犯罪的 这个议员的时候 他们自己是为了 就是自己不被处罚 所以这些人 既是给田友生保守秘密 也是给自己在保守秘密 那第一 天网大陆正在播出 调查证实 十七年前的那个晚上 侯某就是在货架被人杀害的 而年轻的龙某 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据知情者反映 罗某从不回村 好像一直在外地办公 十几年前就走了 走了又查之后到锦州 后来一查之后 是近几年也不干 2013年12月31日 警方已涉嫌他与被杀人案 将过在亲戚家里的龙某抓捕 老板聊天什么 老板海昂那块都没啥叫的 没啥不给他说 我说我跟你说过 你不相信 最后他说 你这么老实 谁能相信你这个事 他根本没想到 不给他说过 他都不相信 17年前 龙某还是一个19岁的大男孩 18当天下午 姨父简某找到龙某 请他帮忙 追悔私奔在外的妻子 他可能那会儿也是年轻 行头领的一个人去 和给他住着镇什么的 学生那么想着他 龙某意识到 这种事很容易擦枪走火 酿成大祸 所以他并不赞成简某的做法 他那样了 我说你还给你有啥过头 不行你就离婚了 最后他说 那你也得去见人 就说咱们把这事说了 后来我说 那你去吧 就这样他给你去 我认为龙某这小孩 法的意识证明还是有的 所以他给简某做工作 你不能走过激行为 也归劝着简某 果然不出龙某所调 一见面 简某就跟情敌侯某撕打起来 然后他俩就撕了起来了 没说几句话也就是 对方伸向立方 简某明显招架不住 这时龙某赶紧出手帮忙 毕竟猴某这种行为 不是上人支持的 不正常 对吧 当时这个龙某过急动了 动个拳脚几下子 可能是解决器 完事了 这时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 争斗中的猴某突然松开双手 他就倒在地上 眼前的情景 令年轻的龙某感到万分恐惧 对这种残忍的现状 年轻人是很凶残 他是受不了这种刺激 所以龙某就躲得墙角 他就是刚进入成年世界 算一个小孩了 尽管龙某一直双手掩面 不敢多看一眼 可他毕竟是简某 挥刀行凶的直击目击者 对简某来说 这个无辜的晚辈 就是一个潜在的威胁 随后处理侯某的尸体事 简某就将龙某拉进来 别人迪着我去 我那会儿就基本都瘫 瘫瘫到那儿了都不行了 就怕我跑了报警了什么 那可能就是 跟你别的去嘛 作为是龙某的长辈 作为姨父是长辈 你找这个刚进步入社会的 十八九岁的小孩子 去帮你刑凶 杀人构成严重刑事 从这个猜这个角度 从简某这个角度 是一个太自私的心 在埋掉尸体之后 简某又指使妻子高某 清楚杀人现成了血迹 他这么一坐 他这个亲手都牵涉进来 本身都成了共同犯罪里 这个里面的议员 他们自己说 为了就是自己不被处罚 所以这些人 既是给简友生保守秘密 也是给自己在保守秘密 最终导致 这么多年这个事没被发现 长辈们一连串疯狂而罪恶的举动 把涉事卫生的龙某 彻底吓坏了 甚至连正常的走路都做不到 到家了一两天 就在那躺 现在说不上没回事 来抓了 肯定得来抓 从那个晚上 龙某就过上了 心魂不定的日子 常年在外地打工 轻易不敢回乡 还要经常变换打工地点 龙某本来早就有了女朋友 可是他一直不敢结婚 就怕呢 就怕了有一天犯了事 你说把我抓下来 我坑了人家了 一直等到08年 只有十几年了 自己以为说是就没事了 不可能在什么 完了这才东西结婚 才要的孩子 要不说 比这么多年特别苦 就因为这点事 当龙某把埋在心里的往事 向警方和盘托出后 感到一种彻底的轻松 住在拘留所里 感觉比在自己家里 太踏实 就这么多年心理压力 把自己也压毁 在那里 到那二十来天 都挺轻松的 躺着就睡着 一点没有想在家 说有时候失眠了 什么的 在那里特别轻松 错误的场合 错误的言语 触发了难以遏制的犯罪冲动 你车单你管狗 你管了吗 我愿意临走 我回来 我回去了 目击者的沉默 漫长岁月消磨 都无法阴灭 残害生命的罪障 他这个衣服 几乎是 他的衣朵 衣朵都没回来 我穿了衣服 上的刀口 有个个都清晰可见 那一夜 片段暗漫正在播出 根据霍某 龙某等人的供述 警方锁定了那起今天命案的真凶 高某的丈夫 杰某 霍某 霍某端案了 龙某端案了 这些人都端案了 跟他说这个情况以后 这个杰某 还是很痛快的 就是把自己杀人这个犯罪事实 都交代出来了 那我那公子的活儿子也太什么了 有了无数 偷了东西 疼了 杰某声称 他事前根本没有加害侯某的想法 而当时最让他感到气氛难平的 还是他的妻子高某 1996年7月的一天 听到妻子跟别人私奔的消息后 杰某立即放下少婆的工作 匆匆回家查看 家中的情景 让杰某一向的惊呆了 家里啥也没有了 就一空壳 电视了行的啥都摆不出过 家里能卖的 之前的都让他们公母卖了 就是一些动不了的物件 和那个不值钱的 给他留着 共同生活的十余年的妻子 竟然如此崛起 在那段时间里 杰某心中时常生通起一个强烈的念头 我说头的拿到杰某 也有的 什么也有的 有的什么也不行 杰某怀揣着刀具 四处打听妻子的去向 一直找了大半年 夏宏伯记里就是能去的地方 他常去的地方都找到了 因为当时那个交通有多发达 不是细整出来就走 1997年春节过后 杰某终于找到了妻子的下部 看到杰某气势汹汹地找上门来 侯某趁机跑了出去 而高某则极力为自己的出回行为开拓 谁也没有想到 侯某居然又折毁了 据我们分析有两种原因 一个是当时天冷 有个小山村没定备 另外他也有东西 这个事昨晚就面对 杰某正在气头上 厉生斥责侯某的不仁不义 在双方撕打过程中 杰某突然想起了口袋中的刀具 连侯某都没有料到 汉后老师的杰某竟然出手如此凶寒 当时侯某说 二哥你咋对我吓死是我 然后就倒在地上了 倒地上这个杰某还不解气 又对倒在地上的侯某捅了几刀 被害人侯某生前一直独身生活 甚至跟女儿都很少走动 所以在她失踪的十多年时间里 亲人们也没有察觉 侯某这个家庭特殊情况 就是特殊在那儿的 就是她的亲生父亲应该姓赵 也就是她在很小的时候 就以过去给别人了 这么着姓的侯某 没人关心她 没人关注她 对于霍某来说 她这辈子永远都忘不了 侯某这个人和她葬身的弟弟 侯某领导我们到现场以后 发现就是这十几年过去了 当时那个地形地貌都已经完全变了 她当时说这个地印子 已经完全被这个土被埋成了 跟那个地面说 找人去砸草 跟其他地面为啥去的 2014年1月2日 警方在这个杂草丛生的荒坡上 挖出了一具完整的男子骨骸 经过DNA比对 死者就是17年前遇害的头某 她这个衣服几乎是 她的衣着一点都没出来 包括她穿的衣服 上面那个刀口 那都一个个都清晰可见 刀口的位置 大多处于死者的肩部和背部 而这些特征 与犯罪嫌疑人 简某的供述高度起刻 当时检某说是 左手抓着侯母的头 右手就是从上往下 刺的是这个侯母的后背和肩甲 肩甲骨这一块 衣服上这个创工和尸部上的一些创工 也能够印证当时检某的这个杀人这个过程 目前检某因涉嫌故意杀人罪 被当地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正在等候法院的判决 霍某 龙某 高某 因协助检某埋事灭迹 也涉嫌犯罪 但由于已经超过相应的追诉期 司法机关不再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因为这个 十个几天那个演示影 隐藏罪证的 派行在三到五年 他的追诉期也就是三到五 这个事情已经过去十七年 所以说咱们的 依法就是动作对他进行调查 免疫必须有什么责任 霍某和龙某可能会庆幸 自己躲过了一场牢狱之灾 然而他们一定不会忘记 从前那些提心吊胆的日子 十七年来 他们不敢回乡探亲 不敢在一个地方长期停留 甚至不敢结婚成家 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而这一切麻烦都是来自他们 对犯罪的沉默 对暴力的妥协 深夜 村口潜入诡异深夜 运超远 死不明入 左手指向前方 作案动机不明 现场已顶重重 神秘来电 透露暗发当晚信息 监控录像 发现一次凶手图形 是谁给他酿作了一杯 作毁灭的苦情 黑夜白衣人 天望反目 近期不托 近期不托 近期不托